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倩哥 今天的视频是和大家来分享完美日记小金盖粉底液的测评 就是这一瓶 这一瓶和以往的粉底液的包装不一样 然后和质地配方也不一样 全新的一款粉底液今天要和大家测评的 那如果大家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数字三年 加疯狂的弹幕 我会从这里面充两位小伙伴送粉底液一瓶哟 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现在来交代一下我的基本状况 和大家说一下我的肤色是黄栽埋 虽然有很多人质疑我不是黄300 但是我去专柜买粉底液 贵姐都是推荐最深的色号给我 那我的肤质的话是油豆鸡 然后我的坐标是贵州贵阳 现在是冬天 以上四点说完 给大家拉近看我的肤质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粉底液测评和肤矿要求很大 就蛮重要的 如果你皮肤好 你用什么粉底液看起来都不错 那我是属于皮肤不好的那种 拉近给大家看 看清楚了 一定要发个弹幕告诉我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是黑眼圈 我的黑眼圈很严重 但是我没有眼带 眼带是长在这个位置的 朋友们 这个位置的才叫眼带 那我这个位置是卧蚕 但是因为我的眼球太突出了 所以我的卧蚕一笑起来会有一些夸张 然后我的额头上面都是 肤色不远 然后我两侧的痘痘 这个距离能看到我的痘坑吗 这些都是痘坑 痘坑能看清楚吧 痘坑 痘印 最近才长的痘印 那我们退远啊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粉底 那我这半张脸呢 对不对啊 我会上上遮瑕 这半张脸呢 我会上遮瑕 和大家对比一下 因为小金盖这个粉底 我在测评之前我有使用 我觉得它遮盖力很强 那给大家看一下 它遮盖力有多强啊 挤一蹦 这个小金盖的粉底液呢 大家用量的时候 挤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它一蹦就够用了 不要用两蹦 因为两蹦润的情况啊 会怎么说呢 涂在你的脸上会有一些厚重 这样 挤开 点开 这个粉底液的啊 延展性很高 流动性也很强啊 能看到吗 非常的延展 然后它的遮盖力也很高 现在我们用 美妆袋把它拍开 我平常就是这样涂半两年 然后再用美妆袋拍了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不使用遮瑕 然后我也不剪辑了 这一段时长会稍微长一点 也不剪辑了 给大家看一下遮盖能力 它的遮盖能力 我觉得很高 因为我之前 在录制视频之前 我已经做过了三四天的测评 只是我没拍视频 就自己测 大家能感受到这个遮盖力吗 是上的和没上的 和原版的半张脸做一下对比 我觉得遮盖力很高 应该能够达到八成遮瑕 我的色号是B22 和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你是黄山白的话 我觉得这B22看起来还可以啊 就没有很白 是会把一些 没有完全的融合 但是白那么一点点 在我的接受范围内 现在是整张脸上完的装修 我个人觉得是偏奶油机质感的 就这样的使用感而言 我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干皮对 这半边一点再叠加遮瑕 那遮瑕我用的是我最近新买的 麦克的遮瑕 我们换来遮瑕用 要不然你们老看我用 完美日记的遮瑕你们太烦了 我们换一点新的产品用 这种遮瑕我喜欢用手来 用我经常使用的卡字兰 对 我们来压 装上粉底以后呢 妆效就立马柔雾了 给大家看一下两边的区别 立马柔雾了 那现在我去画我整张脸的妆容 我们一会儿见 现在我画完装回来了 我大概换了八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零七分 那我们就是一点半上妆的 那现在整个妆面拉近给大家看啊 我感觉这边是会比较光泽一点 然后这边会比较雾面一点 拉近给大家看啊 是吧 大家能感受的吧 这边会有光泽一点 因为我刚上的时候那么滋润 但还是有一点润涩度在的 和加了散粉或者是粉饼的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的测评呢 依旧是八个小时 那会到晚上十点这样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零八分 我挂了差不多四十分钟的时间吧 今天的测评呢 我也会跟进八小时测评 现在是两点嘛 那对标时间就到晚上十点这一张 那下午六点的时候 会给大家做一个中途的反馈 现在到下午 对 晚上的六点五十分了 那我们上妆时间是一点半 那就过去了五个小时吧 差一点点到七点啊 靠着六点还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啊 如果补妆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话是 这半张年啊是没有上定妆的 没有定妆的话五个小时 出油量就是这样的 那这半张年啊 是上了粉饼的 那我个人对着镜子来看啊 嗯 这半张年出油会少少一些 可能少一半的感觉 那额头上面是没有区别的 下巴会有一点光泽 然后我们现在来细油补妆 看如果补了妆以后 绣果是什么样的了 一般我补妆就隔四五个小时补一次 那看你个人情况咯 因为我发现身边的人 他们就是吃完饭以后 他就会开始补妆 那我个人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 嗯 一张细油纸满的 差不多两张细油纸的这样 已经用卡兽安的粉饼 补完妆以后我感觉这样的底妆啊 两边你们觉得有暗沉吗 会这边会稍微亮那么一点点 但没有差很多 然后拉近看 补完妆之前和补完妆之后啊 目前我的肤矿就是这样 它瑕疵有一点暴露出来了 就我后面再上遮瑕的地方 是因为痘痘太严重了 然后再退远一点点 嗯 早上有的瑕疵 它是会显露出来一点 也不算早上 中午补的时候啊 上底妆的时候 那一块的沙滋它又脱了 又脱了 但是脱的不是很多 然后粗油量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是晚上11点的样子 然后这个粉底在我的脸上 已经带了9个半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拉近来看一下 有和大家说一下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我脸上的闭口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拉近给大家看一下妆效啊 嗯 我感觉这边补了妆以后呢 会稍微假光那么一丢丢 但也没有好太多 那下巴 这一块我觉得没有浮粉 鼻子的妆是已经脱完了 对 其他地方没有 然后我们退远一点 额头就是出油 出油 嗯 嗯 目前状态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否有暗沉 这个暗沉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测评的 那我一般来是会再上一遍妆 再上一部分的妆 看它和原来 区别有多大 那我们现在来试 那现在我把这个粉底液挤出来一点 还是有区别的 但就这样来说 我感觉啊 这个暗沉的程度 是我能接受的 没有特别多 是那种暗沉到 让你啊 一下子就变黑掉的那种 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来吸油啊 看我脸上 这半个脸啊 没有定妆出来多少油 额头上全部都是油 对 眼睁羞子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边补过妆了 接下来是和大家整体点评的环节了 这款粉底液的价格呢 官方价是79块钱 如果你会叠加优惠券使用 都买到各种别啊 可能你二三十块钱就能入手了 详情的话 大家可以去微博 搜完美日记功课啊 反正大家的功课 做的还是蛮到位的啊 那个作业教的很成功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 就相同价格的粉底液里面 比如说七八十的粉底液里面 我个人觉得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这款粉底液它的流动性比较高 然后遮瑕能力也比较高 如果你的脸上的瑕疵 没有爆那种特别特别大的大红豆 那种大红血印 基本上你的脸上的瑕疵 你用这个粉底就可以盖掉了 我个人觉得啊 是不需要再叠加遮瑕使用的 如果你脸上的瑕疵特别特别大 像我这种痘痘啊 因为我这个痘痘是昨天 刚冒出来刚扁掉的 然后还有一点鼓包 那像这样的痘痘的话 这个粉底液盖不掉 需要你再去叠加其他的遮瑕使用 就这样的遮瑕逆来说 我觉得很好了 一般来说 就是遮瑕逆高的粉底液呢 它一般呢 都不会太清透 太水分 延展度太好 一般都会比较厚重一些 那就这个粉底液来说 我个人觉得延展度也比较高 相对于一般遮瑕度比较高的粉底 它的粉感没有那么厚重 当然你的用量 前提是啊 正常用量它就没有那么重 我这一整天的持妆下来 我个人觉得这款粉底液呢 不太适合油皮使用 对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不太适合油皮使用 可能适合混干皮 或者是中性皮 或者是干皮使用 因为这一天下来 在我脸上出入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蛮多的 因为现在是冬天 冬天出入量都是这样的 我不敢想象夏天会是怎么样 毕竟我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很油的油皮 所以在这儿要友情提示大家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款油皮的话 那我就不建议你使用了 就一整天下来这个状态啊 除了鼻子脱的没了 出油满意害以外 其他的地方我挑不出毛病来 就七八十块钱的粉底液 我挑不出毛病来 这样的炸味啊 这样的粉底 我个人是觉得不错的 那买与不买啊 再次强调 再次强调 请大家去多做功课 然后再多做选择